资深音乐人李昆成四月因大肠癌病逝 没想到从上月底开始儿子李卓轩便使用他的脸书账号发文 控诉林静恩意图破坏父子之情 并且在四日曝光录音档 指出林静恩发酒疯 杂东西还将骨灰当K粉精神状态不佳 根据TDBS新闻网报导指出 林静恩因为发酒疯打扰邻居管理员只好报警 当时警察和救护车都在场 不过林静恩不愿去医院李卓轩也没办法强迫 而且强制就医仪式需要直系父母兄弟姐妹来处理 但因为联系不上林静恩的父亲才会透过媒体来透露林静恩的现况 希望林静恩的家人出面将女儿带去医院治疗 李卓轩有联系上一名房仲马小姐 透过她好像可以联系到林静恩爸爸 没有想到联络后 马小姐表示林家也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如今无暇管到林静恩 这也让李卓轩相当无奈 李卓轩也回应三立新闻网表示 目前自己与林静恩双方式断联状况